好,现在我们开始录制,今天我主要是想说一下板块之间和股票的新关性 简而言之就是说呢,一个股票有没有爆发力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启动 来通过板块的其他股票对比去进行一个参考 因为有的股票它跌下来很久,然后你买入的时候 你可能单纯的从一只股票看它的形态或者有些特征 或许不会那么直观的去参考它比以前强或者数 你可能不太好弄,那么我们就把它放入这板块整体里面 来去看它一下每天的一个涨幅或者说排行 以及它和其他股票之间的一个对比 来参考它的一个进步或者说是一个落后 那么我就拿我们熟悉的一个股票 后面甚至就是你呃这么去划这个鼠标根本就看不见它 那么直到前两天的时候 它竟然已经开始悄悄的跑上来了 就是每天它这个板块里面的呃 涨跌幅这块你可以就是能 渐渐的就它从这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 慢慢的开始往上走 那这样后 哎我觉得它它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属于进步的状态 你看我们之前这个 呃板块的整个一个走势对吧 它是个明显的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呃持有或者说想去抄底买这个的话 那你怎么去抄呃按我说那个就是你等它悄悄的动的时候 呃再去抄悄悄的被人那么关注一点的时候你再去抄 哎否则的话你下手太早 假如你在这里措许你抄了 那那11月一直到现在等了好几个月 而时间会非常久 那就是我说 从这个 动的时候就这两天的时候 医疗设备 对吧就是我我们说的那种呃敌不动 我不动啊 敌动了之后我去发现就捕捉到他那个 那个悄悄的一程那个行动 因为他呃要先启动啊底部的区间 他肯定的不想那么打张旗鼓的去一下子突飞猛进的去启动 这样的话呃 由于他那个吸头区间的话 嗯 符合比如说机构啊中加他一个拉盘的一个趋势 你想那么一个底部下来的一个股票 比如说这个啊 呃 老酒跌下来对吧 好多时间跌下来一个股票 到这里我我启动 我怎么可能一下子那么去拉 对不对 要是你那一下子时间去拉的话 那就不会去形成这样的一个走势 肯定是需要想悄悄的 然后咱们要去动一下 你或许就到这里 然后 你你是要关注他 但是你上不上 嗯 在你的边外去看 他那个趋势 也就是说这只股在这个时候 才这正点进入了我们的发言 对吧 首先呢 他那个形态也突破了 对吧 也比较不错 是不是 然后也那个量也开始就这样 我们放大一点 开始就是你看一下 是不是 这这一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呃 往起放的也这样一个过程 是不是 通过占线一些简单的这种形态来看 呃 或许你就在那里看 喜欢看一些指标啊 对吧 你看看 哎 他他这里是不是慢慢的开始我上走 对吧 你可以就是从多种角度 去佐证他的一个变化和动态 对吧 总之呢 呃 你上的早了 或许是没有什么错 在这些股票基本上不错 就是你需要去耗很长的时间去等待 就是我说那个时间 风险利润这三个 他不成立 必然要是有一个 他可能会 呃 是确实 那要么你时间你潜伏的黑酒啊 可能这里啊 你感觉 好 跌好久了 没有什么风险的 对吧 但是那你你你你确定不了什么时候启动啊 对吧 那这个就是 时间你随耗了 啊 然后那个 例例呢 然后这个如果他这涨上去 那你吃的是 在第一波最底的一个价 12块钱 你就吃到了 他这里的时候 就会像现在涨着了 你都已经 涨了有 不少的一个涨幅了 对吧 所以说诞生我说的 在这个时候 他特意气致我们的发 因为我是 呃 做的时候我就想做他启动 我不想做这种无谓的这种等待 啊 这等待对我来说 我觉得很煎熬啊 尤其是底部的这种 当然呢 就是一个生生区间的盘整 这块我可以另外去再去参考 再去说另外一个话题 对吧 你想这这这个时候 呃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列子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ostk这个 银行真正是股票 呃好多也是想 之前这不是飞行的 呃挺不少对吧 不能抄不能抄 呃那好多现在他能不能抄进入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板块的最近的一个排名或者说 呃再来看他一下一个动态 哦比如说来看一下他这是属于这种区块链的 然后我们就说区块链 这里 属于美股这个 而寄来 这个区块链就是所谓的比克比行关的 最近的这这板块走势 不好啊 他这个 盆整然后慢慢往下震动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他是区块链问tk这个 问tk需用我观察他以前一直是处于 呃排在差不多这里 啊挺挺底下的这个 哎然后那那个前三四天的时候他开始悄悄的慢慢慢慢 他是到这个位置了那那那几天时候 因为由于我是去每天去不断的观察他的一个动态 所以我能知道 他是在悄悄的往上走 如果说你观察的不是很多的时候 你可能猛的一下你不知道他他怎么就跑这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说那个你板块 他既然这个软件他编好这个只收我板块这样 我们来一个参考 呃还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这种这种信息 呃那我们去看 你看看他是不是他他慢慢的他已经上来了 是吧 到到第六位第七位了对吧 这里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挺不错 你看最近这个 到这他就一直在在那些细盘开始往上调整 然后可能就去在一个区区间之内呢 慢慢可能要突破了我要做的话 我就是在这个上面 然后他让他这样会采的时候 我我会去这样去考虑 因为我之前我说的是 呃60以下的话我不太想关注啊 因为这是股票 嗯就是我画的这个区间吗 那个吸头区间 呃这个区间之内他是作为吸头这个状态 在那区间之内我不想去操作这一个小波段 但是这样之后我看的是这样一个程度 我看能不能爆发出来 那时候我想做到就是一击必杀 去把他 嗯 拿住 他就是我说的那种他那个盘证 我们就研论去看看那个对吧 慢慢的他 呃有了这样一点点那么个意思啊 慢慢的往上动了 对吧 我们就是结合他这个量价 还有他的那个嗯 盘证区间 吸头区间 这个明显画出来 呃 还有他那个板块 呃 表现走势 以及他跟板块其他股票相比一样的对比 还有他与板块呃这个整体走势 板块图的一个对比 对不对 明显他就是超跌了 跌的比板块的 我有含这个板块那走势还在这呢 他那已经跌到这了 对吧 那他 反弹的时候 那我就做他这就是 属于这个叫超跌反弹了 对吧 超跌反弹 然后我就我我喜欢在这里做 我喜欢在吸头区间之上 我们去做他 这样就是我所谓的一种 手段方式啊 还有一种就是ZM这种不销啊 也有好多就是去看 哎能不能盯上 就是说去搞一搞 那我这个就很简单了 一条线下来 呃 斜的趋势线 就得现在这里突破了 这个时候可以重点观察了 如果接下来那一个走势 嗯 还是比较强的话不错 那么如果说我想买的话 就可以去在这里 也是像这样的 他那个区间上 只要他不跌破这个 如果他跌破那就算了 不考虑了 在这里对不对 我就这样 我喜欢做这种情势一点这种 我们很喜欢就是底部反部这等等的 这样的例人也不是很大 嗯 一样的 那我们就来看他一下表现 对吧 在这个他所谓sus板块 嗯 里面的一个 趋势哦 他竟然已经排到第一了 是吧啊 这个sus板块一直 呃 之前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是一个 呃 cwd这只股票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已经 呃 排在前五位的时候好久了 他现在他事情能调下来了 现在该任何上去了 对吧 他上去之后 你看看他这个 板块 任何以前一直垫顶啊 好惨的 那现在终于去上去了 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吗 就是不断的去结合他每天的这样一个动态 呃你能去感受到一个强弱转换 他的一个消息 呃还有其他的一个移动 这里都肯定去感知到 那么可能该下手 你可能或许就 有点这意思了 是吧 就能有这个这个苗头 能去判断 啊 这是或许对于有的人来说 嗯 觉得 嗯 方法好用啊 不好用 觉得我明天就看很多板块 还得好多股票安着干 挺麻烦 对吧 这个就是我所做的一种方法和参考 那觉得有用的话 就是可以去参考吸收 结合自己的一个动作形态来去判断 哦 那我今天那个视频就简单就是 举这么几个例子 然后来分析参考 啊 板块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个动态 异动 穷控判断 哦 然后那个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请积极订阅 多多点赞转发 哦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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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